舞者在轮椅上跟着轻快音乐 灵活转动轮子大秀国标舞 轮椅舞蹈项目不单是体育活动 更是对于身障朋友身心调试非常好的活动 让很多行动不方便的朋友能够感受舞蹈乐趣 2022台北市社福杯轮椅体育运动舞蹈全国公开赛举行 赛前记者会有许多长官站台支持活动 我许多长官站台北市社福杯轮椅体育运动舞蹈 那是因为疫情所以延后了 但是我们一样在2026年还是在台北举行国际联会 而最重要要感谢的就是我们市长 那时候承诺给福瑞瑟很大的资源跟鼓励 所以我们参照这个勇气 而且有这个勇气 帮我们国家排阵这个荣誉 那在这边要感谢市长 谢谢市长 在这边还要感谢我们今天的承办 承办多吸收 真的是非常优秀 那创设只有两个 能够承办这么大实力活动 而且在市政府 跟我们学会的承办之下 承办这个活动 让我们整个浮温社 都有一个文言 在此也要感谢 那各位可能看到我裤子破了 会觉得奇怪 因为刚刚上来的时候 走路的时候看会场 但是没有看地域 所以跌倒了 跌倒了 故事就破了 那我的感觉就是说 故事破了真的很不好意思上来 同理可证 我们的身上朋友 他不是故事破而已 他的心更需要 我们给他温暖的办法 跟支持 所以我要非常荣誠 我都可以开这个活动 谢谢大家 谢谢 若西福人社取自道德经的 上善若水 犀利众生 若如遭阳 息怀若四 也就是说 希望我们像东方日出的太阳 带给人们 温暖跟希望 我们希望 协助那些弱势团体 发挥维护社会稳健的关键力量 这个也是发挥我们福人宗旨 亲手做服务 以服务改善人生 就是Serve to Change Life 若西福人社的英文名字是 Brilliance 代表光明光亮 全名是Rotary Club of Taipei Brilliance 就是台北光台北的温暖 所以我们 这道光没办法照亮全世界 但是我们希望 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 就好像诺贝尔奖得主 德雷莎修女所讲的 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伟大的事情 但是每一个人一定可以 奏用他最伟大的心 来完成每一件平凡的好事情 过去两年来 疫情的影响很多的事情没办法推动 但是福人社团的慈善公益活动从来没有停接 因缘计会下 跟蔡执行长认识 我们决定来赞助这一场有意义的活动 因为这也符合我们 温轮七大焦点领域之一的发展社区经济 这不仅是如雨舞蹈不仅是体育运动 它同时也是地方创生 生态系的繁荣重建跟转型 身上朋友 他也可以在这里体现他生命的价值 创造他精彩的人生 带来正面向上 正向乐观的正能量 社福杯的活动即将展开 精彩可期 我相信也很快的为 产生国际纪的优秀选手 为我们在 9月份的斯洛伐克国际赛 再为台湾发光发热 你跟我扣不扣啊 过去台湾福伦舞蹈选手 就曾在2014年仁川亚帕运 获得二赢二同表现十分亮眼 台北市政府也共同努力 期盼让轮毅舞蹈竞赛持续与国际接轨 在2028的洛杉矶的亚帕运 台北市以为政治一定在下 所以我们就开始 举办这个项目 开始给他活动 这个对一些身上朋友 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我想这个是 刚才那个 李先生讲的 这个 他 你破一个鞋子 破个洞要上台去讲 就觉得不好意思 那人家让那些有身上的朋友 如果能够跟这个社会朋友 其实需要同理性 要帮大家去关心 这样包容他们 那么 刚才也讲了 政府的力量有限 民间的力量不穷 我每次都说 我每次都不好意思 每次都出一个小小的钱 然后剩下的就是 不论设议会去出 那这个要北中南半西温赛 所以说还是要感谢社会上的很多身心人士 帮助我们政府去照顾每一位弱势的朋友 那在这边还是要谢谢 无论是朋友的帮忙 那 那我们今天这个北中南半西温赛 全发多数 就参加9月在十后华盛举办的 这个伦理运动一套的世界杯比赛 那希望说他们 也可以拿到好的成绩 那如果这一个活动有在我们台湾 可以多多发展的话 那或许2028你知道 高中山基地 参加这种奥运级的比赛的时候 也可以拿一些奖牌 那总之就是 这个疫情宗教会过去 那希望台湾可以变成一个 更美好的世界 那这过程当中还是一样 需要大家的爱心 来帮忙照顾 福伦社也希望 选手能在这次的公开赛 即国际赛事国家代表队 会选拔积分赛舞出不同火花 福伦社也会继续进行 一系列公益活动 延续他们的精神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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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